三个和尚 在一座高高的山上, 有一个小小的庙, 本来是没有和尚的。 这一天, 有一个小和尚想住到那个庙里去, 他就慌慌张张地往那儿跑, 跑到庙里给观音菩萨磕了头, 看看观音菩萨手里的镜瓶, 干得直冒烟, 再瞧瞧水缸,水桶, 也都是空空的。 于是他就挑起水担子往山下跑, 把水缸和镜瓶都装满了。 从此以后, 小庙里响起了沐鱼的嘚嘚的声音, 那是小和尚每天要做的功课。 这天, 又有个瘦和尚跑来了, 瘦和尚和小和尚行了见面礼, 就急着找水喝, 一喝就喝了个底朝天, 于是他担起水桶, 大山下挑了两桶水, 又倒进了水缸里。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小和尚再也不用挑水了, 每天都是瘦和尚在干。 这一天, 瘦和尚担起水桶出了门, 忽然一想, 有点不对劲儿, 凭什么老是我一个人干呢? 于是他转身把小和尚拉出了门, 把两个水桶换成一个, 两个和尚一前一后去抬水了。 瘦和尚长得高, 小和尚长得矮, 一路上水桶尽往低处跑, 累得小和尚直喘粗气, 小和尚就把水桶往瘦和尚身边移, 瘦和尚只能弯腰驼背地走, 眼泪得不行。 还是小和尚聪明,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在扁蛋中间画了一条线, 把水桶放在线上, 这样两个人就谁也不吃亏了。 过了些日子, 山道上又跑来一个和尚, 长得胖胖的, 满脑门子全是汗, 他跑进小庙, 觉得嘴巴很干, 就打开水缸盖, 咕咚咕咚地, 把半缸水全都喝掉了。 一旁的高个和尚气坏了, 一把抓住他, 叫他赶快到山下去挑水, 胖和尚没办法, 只得挑上水桶往山下跑。 好不容易飘上山来, 胖和尚又觉得嘴巴干了, 咬起挑来的水就喝, 高个和尚慌忙去抢, 可水缸里的水已经剩下不多了。 打那以后啊, 三个和尚各管各的, 面经敲目鱼, 把水桶和扁担扔在一旁, 谁也不乐意挑水给别人喝。 一天晚上, 小和尚觉得肚子有点饿, 就从怀里摸出饼来, 悄悄地吃。 高个和尚见到了, 也摸出来吃。 胖和尚当然更要吃了, 可他们吃着吃着, 就觉得噎得慌, 后来简直没法往下咽了。 小和尚突然想起, 自己刚来的时候, 曾经往观音菩萨的镜瓶里倒过水, 他就连忙起身去拿。 另外两个箭了, 赶快上来抢, 很快就抢光了。 这就像如今人们说的,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天晚上, 他们正在念经, 忽然跑来一只小老鼠, 上下的乱窜。 三个和尚都看见了, 可谁也不管。 小老鼠玩得可开心了, 他看见点着的蜡烛, 就跳过去咬。 咬了一会儿, 把蜡烛给弄倒了, 火呼的一下就烧起来了。 三个和尚起先才装糊涂, 眼看火烧了屋顶, 小和尚才急了。 他嗖地蹦起来, 奔过去, 拿起水桶和扁钙。 高个和尚紧跟在后面。 小和尚不小心摔倒了。 高个和尚飞快地接过袋子。 水桶来了, 胖和尚就赶紧往火里浇。 他们齐心协力, 终于把大火给扑灭了。 这下, 三个和尚终于看到了团结的好处。 于是, 他们就和好了。 他们一块儿动脑筋, 装了一只鹿炉, 把水直接地引上了山, 再也不用费力担水了。 从此以后, 三个和尚也有水吃了。